一首好的诗歌 宛如一篇好的信息 能与灵魂对话 感动激励人心 齐来颂扬 芳华的口袋诗歌 主内肢体笑笑发了短信给芳华 和芳华分享了她的见证 在见证里面她提到 你知道我是怎么信主的吗 上帝用奇妙的方法救我 这个无用的人 96年我瘫痪 97年有一天晚上 正准备离开世界 就漫无目的地挑动了收音机 我在想最后听几个小时 就要告别世界了 没想到一下就挑到了福音电台 主持人温柔动听的声音吸引了我 又听到了约翰福音三章16节的经文 我在想连我的亲人都不爱我 还有什么神能爱我呢 就是这样听到一年多 经过各种的思考 又听到各个见证人的故事 我才明白神爱我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字 有一天姑姑来看我 说她有一本圣经要给我 我就听广播一个字一个字学 虽然很难 但是靠神的恩典凡事都能 现在我能够和你们分享 是神的恩典 非常的谢谢笑笑和我们分享了 这么棒的见证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神奇妙的作为 你本来不是字 现在居然能够发短信给芳华 这也是神的恩典 我相信神要使用你 让你成为祝福的管道 愿你身边的人因你而蒙福 神迹其事常常随着你 送给笑笑王子音乐的诗歌 奇妙恩典 没有人知道我的孤寂 没有人明了我内心的空虚 我曾夸口说 没有神也没关系 其实实验是我内心的空虚 其实实验是我内心的空虚 有一天 有人向我传讲你的恩赐 告诉我将略山上爱的故事 你为我传承 你为我传送一种家将我赎 你为我传送一种家将我赎 你为我传送一种家将你参加 我为你为我传送一种家将我赎 我初心的存在 有时候我仍然被你失望 祝你也知道我也曾经迷失 但我知道你的爱胜过我的软弱 你总是耐心聆听我的呼求 没有人会对我如此关心 朋友们也不曾如你般亲密 明天的难处你赐我勇气来面对 主耶稣你是我随时的帮助 你的爱奇妙恩典 我会为你孤年 只有你保险我的生命 我所有过犯不在北极边 我的罪你的生命 你的爱奇妙恩典 奇妙恩典 我会为你不灭 只有你保险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 我所有过犯不在北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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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有过犯不在北极边